开学快乐 我是Terry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视频了 其实我也很感谢那些一直没有取关我的朋友们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的主页快要凉掉了 其实两个多月没有录视频的主要原因是 我原来授课都是通过对着PPT在线授课 我对这种形式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录制视频 不过就在最近 我总算租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可以说是非常的宽敞明亮 实现了一直以来我想要一个工作室的梦想 当然为了节省经费 这个工作室是和其他几个单位一起合租的 其中跟我一起工作这个工作室的 还有另一家摄影工作室 一家露营工作室 化妆店 洗衣房 搓脚按摩 山东杂粮尖饼 肉夹馍 手抓饼 蓝箱架效 绿箱架效 朝鲜寿司 日本鸡柳 美国馄饨 意大利锅贴 等等跨国公司 而且这个工作室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请听我慢慢道 好了 我现在正在去工作室的路上 这座大楼曾经是一个办公楼 但后来改建成了写字楼 租出去了 也就有了这个工作室 它出名于全国的原因 并不是在于它历史有多悠久 而说曾经在这个办公楼里面呢 有两位工作人员 发生了政治 然后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呢 拿东西 把它的上司 在办公室砸死了 血迹到处都是 但是它并没有团案自首 而去车里取了汽油 把上司尸体 拖到了电梯间 当时还没有修好 然后分尸 但是第二天 整个办公楼臭气熏天 很快 警察就把它捉拿归案 然后在 后面的几年 执行了死刑 好 我们现在穿过这个树林 就要进入这栋大楼了 那么当时那具尸体 就在这个电梯间 被烧上灰烬的 当然应该没有完全烧完 现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还能听见奇怪的声音 大家千万别被吓着了 这工作室 虽然看起来 在外面有一点阴森 但实际上里面 还是非常明亮 非常温馨的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里安顿下来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们将看到以下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